韩剧《类之女王》故事 聚焦在金志愿饰演的财团女接班人洪海人 与金秀贤饰演的律师老公白显佑之间的豪门婚姻 播出一个月以来收拾狂飙 在新剧热播时 一少更新社群出了名的金志愿 因为这回《类之女王》的播出太火热 她也感受到粉丝的热情 难得播出了不少美照 让粉丝看得过瘾 而随着剧情接近卫生 金秀贤也首次公开放闪 在IG晒出和金志愿的合照 让网友海帆直呼 明年我们能看到真正的婚礼吗 金秀贤16日在IG晒出和金志愿合照 两人对着镜头开心比YA首饰 并特别标注女方账号 配文写下白红Footbee秀者 特别提到剧中的白红夫妻 并著名是由剧中饰演小舅子的郭东元 趁着拍戏空档替两人拍摄的照片 而这也是金秀贤首次晒出和金志愿的 单独合照 让不少粉丝纷纷激动表示 很知道我们爱看什么 大家都在等这个 正在等待他们成为真正的夫妇 又不是更新日 怎么想起放双人合照了 天啊 我最爱的夫妇 希望他们在外面一样爱着彼此 特别是TVN电视剧官方账号 也在贴文底下留言 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TVN说 贤宇先生 海人小姐 请健康幸福 白红甜蜜蜜 白头偕老 我是认真的 此言论也得到非常多粉丝按赞支持 纷纷表示希望TVN再让二人联手出演一部新剧 其实在三月开播前 就算大家非常看好 金秀贤和金志愿的组合 但是在当时导演金希元表示 如果收视率能超越爱的迫降大结局 就邀请五位主演 台设行大力影片时 当时可能连主演们都不能坚信 他们能达成这一目标 毕竟选宾孙一贞的破详CP 已经牢牢罢榜第一很多年 然而开播后 金志愿与金秀贤化身傲娇千金 卑微坠续 细腻精湛的演技 掳获观众们的心 又甜又虐的感情线 更让人看得欲罢不能 《泪之女王》首播收视率 已6.074%开跑 并在第四集就突破10%大关 之后也持续飙升 到了最新的12集 以20.732%再度刷新自身记录 原本该剧的收视率上升速度 就比当初的爱的迫降快 现在更至于爱的破详的最高记录 有1%之差 对于还有两周才完结的《泪之女王》来说 不出意外超越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看着收视公约触手可及 不少粉丝们也对当时的收视公约表示拒绝 网友举出正确的收视公约例子 情侣画报 CP核体影片 显有海人一起直播 出演借口只有出差15页这类节目 还说行大力什么的 就先不用了 每一集都有反转的《泪之女王》 从开播至今 不知道骗了我们不少眼泪 真的是时候让他们撒糖来回报了 不过不得不说 有些互动 真的让金秀贤更加跳出角色可爱到不行 金秀贤 金志愿主演的《泪之女王》 最近人气强滚滚 两人也频频跑活动宣传 而剧方也公开了男女主演拍摄的《爱心人生四格》 看起来十分扬眼 不过就有韩网友对比了这一对 和欢迎来到王之国的孕儿和俊昊 在拍摄同款《人生四格》的过程 居然差很大 同样都是二代团爱斗出身的孕儿和俊昊 在比星过程十分熟练 默契十足 相比之下 金秀贤 金志愿这一对一开始拍摄明显手忙脚乱 甚至掌握不到正确角度 看得出演员出身的两人 对此十分挫败 其他主演一副看好戏的模样 虽然但是 最后也勉强拍出颇完整的《大爱心》过关 但是不知道处于什么原因 这样的憨憨CP反而更受大家喜欢 随着剧集的热播 我们回过头来看 其实有着太多的故事 开播前 片方在韩国举办上线记者会 金秀贤自2020年后就没有主演作品 他也自嘲这三年庞扶又去当兵 金志愿则大赞金秀贤为人风趣 为剧组带来许多活力 甚至还称赞对方体力超好 金秀贤既来自《星星的你》之后 与朴志恩编剧在合作 时隔三年 以新作品回归的他表示 并不是像入屋一样度过空白期 我一直在努力寻找好作品 就这样遇到了《泪芝》女王 剧本很棒 且有非常多的转折 让我没有理由不加入这个团队 而且白贤佑这个角色有很多魅力 像是精致 聪明 固执 我想以一种有趣的方式 将它们混合在一起 让人又哭又笑 这也是我第一次扮演夫妻角色 并表示想体验并表现 白贤佑的坠续生活 结合他在剧本研读时 透露的脸红心跳的台词 真不知道他是奔着体验坠续生活来的 还是为了金志愿 在当时的剧本研读花絮中 金秀贤与金志愿对戏的片段 早早地抢先曝光 他的虎狼之词就引起热议 金志愿问金秀贤 贤与Z你不脱吗 你不洗吗 金秀贤也呆呆地问 我要脱吗 我要洗吗 从一开始公主和王子就进入婚姻生活 果然生活却为提高不少 对于首度跟金志愿扮演财阀夫妻 金秀贤说 我们的角色已经结婚三年了 虽然内心还是有火花 有时候看到对方还是会感到开心 兴奋 但却又有一种很难表达的感觉 他强调 这个角色具有各种魅力 我想把细腻 智能 以及怂有趣的融合在一起进行宴记 主持人询问 有没有信心能以本剧掳获全世界粉丝的芳心 金秀贤则腼腆回答 是的 我经历了 金西元导演也表示 金秀贤真的很了不起 从二十多岁开始就已经展现他的出色演技 而且这次我们的演员都是原本想象中的首选 并且开玩笑地补充道 我想看看金秀贤这个演员能可爱地毁掉形象到什么程度 在原本就知道的魅力上有加分了 金志愿借2013年的继承者们后 时隔许久已有钱人角色回归 他表示过去刘瑞秋是一个急躁渴望爱情的角色 现在则是游刃有余拥有的东西也很多 一定会展现出成熟从容的职业女性形象 并且自己已经很久没有演过这么丰富的角色了 同时要经营三年间的婚姻 而自己的角色也有许多情绪转折 让我觉得洪海人这个角色非常有挑战 金志愿透露自己也上了一些有关财阀的课程 在造型上也多花了点心思 他笑着说虽然也有我准备的东西 但是制作组们把现场装饰得非常豪气 得到了很多帮助 而且因为饰演了有钱人的角色 所以在不那么冷也不那么热的环境下 进行了舒适的拍摄 金秀贤称赞金志愿 她是关怀女王 集中力女王 在现场的注意力非常集中 在拍摄过程中 我也有失去重心的时候 看着金志愿重新找回了重心 身材这么小 能量却非常大 得到了很多帮助 金志愿也对金秀贤表示感谢 金秀贤是像大家所看到的那样有趣愉快的人 在拍摄现场受到这样的能量 带着太多的担心和忧虑去了拍摄现场 和金秀贤一起配合后 感觉紧张感渐渐缓解了 还称赞金秀贤体力超好 就连拍完戏都还能量满满 连原本拍到一半而有点疲累的自己 也被金秀贤感染活力而顺利拍完 不得不说两个优秀的人走在一起 真的连性格都发生了改变 作为两个韩语全典型的爱人代表 一个搞怪十足 一个笑口常开 在外界看来 鲜少发文的金志愿提高了更新频率 是因为粉丝的喜爱 但为什么不是发自内心的开心与分享呢 关于他们的改变 我们今天就不展开来聊了 不过还是得感谢两位优秀的碰撞 让我们有了开心的观影体验 我们下人的码招应